加州有一個非常棒的好消息 其實我不太確定是不是好消息 加州的長青參議院 Diane Feisting 發出了推文宣布說她要退休了 當記者問她的時候她回答說 我沒有說我要退休啊 誰說的 今天的開頭先來紀念這位 毒害我們國家這麼久的參議員 我們的孩子正在被世界攻擊 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正在被摧毀 現在有很多的父母 不知道要怎麼跟孩子溝通 孩子認為父母都是一群蠢蛋 最近有一個影片爆紅 是一位性別錯亂的小女生 讀了一封她奶奶寄給她的信 是我看過 最暖心 最值得看的一個影片 這告訴我們說什麼叫做愛 什麼叫做真正的同理心 什麼叫真正的同情心 還有當我們愛的人走歪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跟他溝通 還有我們基督徒要帶著什麼樣的心情 來看這個世代 最後一個來個 娛樂新聞 因為搞笑女藝人在節目上面高調的說 沒有小孩有多好 這樣他就可以 無止境的 不斷的刺激自己的慾望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好像這個是個很多人的夢想 很多人 可以有一天就是 財富自由 無憂無慮 然後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然後 這是件好事嗎 在我們開始之前 請你去我們的網站 loveainews.com 或直接到下面 參加我們Coffee的會員 直接來支持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這個頻道是100% 由你這樣的觀眾來支持的 我們需要自己的媒體 我們需要真正的使用 聖經的角度來看現在發生的事情 觀察這個時代 需要你跟我一起努力 而且堅持 所以請加入我們的會員 還有幫我們 按讚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最重要的是 分享這個影片 如果你也想要一起 抵抗我們的文化價值觀 被左派侵蝕的話 分享這個影片 當這個新聞頻道的後盾 加入會員之後 你不但可以來支持我們的事工 而且你還可以參加我們 Discord的聊天室裡面 Discord聊天室 是只有會員才可以加入的 裡面我們會有固定的課程 現在課程是 如何當一個 聖經當中的 男子氣概的男人 我們三個也主要會在 Discord裡面聊天 因為 在裡面就是絕對支持我們的 然後跟我們有同樣 價值觀的人 不然就不會加入我們會員了 我們最希望做到的事情 就是使用我們的平台 讓大家可以彼此認識 萬一 發生緊急情況的時候 至少這些人是跟你有同樣價值觀的 而且你絕對可以一起合作 渡過難關 特別是現在 國際情勢這麼的不穩定 所以請各位加入我們的會員 會員則可以去Discord 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是Ede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經過了三十年參議院打滾 這位大媽在政治圈當中 過了53年 離她90歲大壽 只剩下幾個月 我們加州的民主黨參議員 Diane Feinstein 終於宣布 她要從政治權退休了 兩年後 迫害整個加州跟全美國的參議員 發出了推文說 我今天宣布 我將不會參選2024的參議員選舉 但是我將會幫助加州 在明年結束之前 盡力的完成我在任內可以完成的 就算國會是分裂狀態 我們還是可以通過很多 讓我們人生可以更進步的法案 然後 當她被採訪的時候 Diane Feinstein告訴那個記者說 我沒有做這個決定啊 我沒有發出任何東西啊 然後他助理就跟他講說 其實這個聲明是你自己發出來的推文 然後他就說 我不知道他們已經宣布了 那就這樣子吧 It is what it is 我們來聽一下這一段 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的退休計劃 Well I haven't made that decision I haven't released anything It would be my plan You put out the statement You put out the statement I didn't know they put it out So It is what it is I think the time has come I have a whole other year I have things that are under way I expect to achieve them I hope Yeah And so we'll see They OK They 他們是誰 Who are they 這又是個陰謀論了 不過這不是今天的重點 重點是要來慶祝這位 Diane Feinstein的貢獻 那 Diane Feinstein的政治貢獻 不是都很正面的 或者是有幫助的 常常有的時候 是不合理的 但是為了紀念這位 代表了我們50多年 殘害美國人的人 我想要播一段 我對他印象最深刻的影片 就是他在嗆現在一群 8歲的小孩 他們太覺醒 太左派的片段 就連他這個大左派 都受不了的左派 We are trying to ask you to vote yes On the Green New Deal Please OK I'll tell you what We have our own Green New Deal Some scientists have said That we have 12 years to turn this around Well it's not going to get turned around In ten years What we can do Senator if this doesn't get turned around in ten years You're looking at the faces of the people Who are going to be living with these consequences The government is supposed to be for the people And by the people And all for the people You know what's interesting about this group Is that I've been doing this for 30 years I know what I'm doing You come in here And you say it has to be my way Or the highway I don't respond to that I've gotten elected I just ran I was elected by almost a million vote Plurality And I know what I'm doing So you know Maybe People should listen a little bit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But we're the people who voted you You're supposed to listen to us That's your job How old are you representing? I'm 16 I can't vote Well you didn't vote for me She voted for It doesn't matter We're the ones who are going to be impacted We're the ones who are going to do something It doesn't matter We're going to be the ones who are going to impact it I understand that 他腦子还是很清楚的 你才16岁而已 你哪有投票给我 还有那个老师竟然利用小孩去搞这种恶心的政治操作 真是太恶心了 Dianne Feinstein是个极左派的人 他是个大政府的极左派人 他很多方向都是错误的 而且很有问题的 但是他在民主党里面算是少数可以沟通的 而且是可以理性讨论事情的一个人 例如他拒绝签署这个 New Green Deal这个东西 所以我在这边不是在说我支持Dianne Feinstein 而是在这边说我完全反对他的那个政党 不过不管怎么说 如果我们不改变的话 如果加州跟共和党还是被那些建制派控制的话 当Dianne Feinstein退休之后 接手他的民主党人 会让我们非常的想念Dianne Feinstein这位老奶奶 那说到老奶奶 最近有一个抖音的影片爆红了 我觉得是所有的基督徒 所有的保守派都应该看一下的 是一个充满着爱 但是非常令人悲伤的一个短片 同时带着一个非常美丽的讯息 我们的节目常常讲到很多议题 特别是每次抖音一堆脑子有问题的年轻人 在上面推行他们激进的这些性别错乱的思想 通常我们都是嘲笑他们 有的时候为了他们感到很同情 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就是 我目前看过 我最喜欢 甚至有点暖心的一个影片 是一位年轻的女性 她性别错乱 认为她是一个男生 然后她在上面阅读一封 来自她奶奶的信 所以,最近, I texted my parents because I'm going to go home for Christmas and I said, hey do you mind calling me Mike when I come back for Christmas? and then, when I got home today I got this letter from my grandma and it is addressed to Miss Old Name not, actually but, you know I don't want to say my real name on the internet dearest deadname on this our blessed mother's feast day I am writing to tell you that I will not address you as Mike my decision is probably not a surprise to you others may comply with your request my anguish in your chosen name and what that means has to do with your eternal soul know that I love you more than words could ever possibly convey to you no matter how you decide to identify yourself does not change my deep love for you, honey because of my concerns for your soul and your mental health I am spending more time with Jesus in adoration the my cousins last names are doing the same for you um then she lists my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cousins that are below the age of ten who are apparently um offering up special personal sacrifices for me who I didn't tell um that I wanted to go by Mike I didn't want to I haven't talked with your godmother and her family but I'm sure they would do the same for you do you know how much you are cherished and loved it would be a joy to see you and be with you during the coming Christmas um a celebration of our lord's birth yeah I I I thou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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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腦子的年轻人 没有办法好好的正面的回应 我知道有些回应的方式比较好 有些回应的方式会很糟糕 会促成反效果 但是这位老奶奶告诉我们一个完美的回应 这个就是最好的回应 当我们回应那些我们很在乎 很爱的人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的时候 当他们告诉我们说 他们是变性人 然后或者是同性恋 或者是有什么病 或者是什么怎么样 什么什么错乱的 然后他们想要换名字 想要使用一个自己创造出来的假名 然后要求你也要一起假装完这个 他们脑子里自己蹦出来的半家家酒 这位充满智慧的老奶奶 给了我们一个完美的回应方式 然后这位女生 这位女孩 很明显在经历一些肉体上 心灵上 信仰上错乱的问题 她一开始 其实就把整个变性人 还有什么自我认知的东西 全部破解了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可能连她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她说 我想要大家都叫我Mike 但是我奶奶 记了封信给这个谁谁谁 Old Name 我不想要告诉你们这个名字 因为我不想要在网路上 使用我真正的名字 各位有发现吗 她不是说 Mike 是她真正的名字吗 她不是说 她被叫了一辈子的名字 出生就有的名字 那个名字不是已经死掉了吗 那个名字不是不存在吗 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不是消失了吗 但是她怎么会在这边说 我不想要有我的Real Name 真正的名字呢 因为真正 他们每一个人自己都知道说 那个就是他们自己真正的名字 他们如果要拒绝承认 他们自己真实的名字的话 就表示他们可以拒绝承认 他们真实的身份 然后这个样子就可以 或许可以暂时的 临时的逃避 目前他们人生面临的问题 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不是真的 而且允许他们 鼓励他们活在自己的幻想里面 不面对现实 一点慈悲都没有 同意他们没有任何的同理心 没有任何的同情心 这位老奶奶信上面写的回应 是我看过最真实 最纯粹的同情心 因为同情心 同理心 很大一部分就是 跟那个人一起受苦 这位老奶奶在信上面也跟他说 他会跟他一起承担这个痛苦 Have anguish 但是他要坚强 然后要跟神花更多的时间 活在神的祝福里 Blessing in our Lord 不只是这个样子 你的表情也在为你做 所谓的personal sacrifice 自我牺牲 他们也跟你一起承担 跟你一起痛苦 因为他们的同情心 他们的同理心 这是一个完美的回应 完美的方式 这个就是真正的同情心跟同理心 我们知道很多父母会被试探 就是说我自己有想过 就是哇 万一有一天我认识的人 这个样子的话怎么办 甚至 万一有一天我的小孩性别错乱的话 我会怎么办 我会怎么应对 我知道我会很想说就是 没有关系 你开心就好 我只要你开心 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想要我叫你什么就我就叫你什么 你想要当什么性别就当什么性别 我只要你开心 我只想爱你 我只想要跟你维持好关系 这个是每个父母都必须要面临的 因为我们好爱好爱我们的孩子 我的女儿会跑过来跟我说 爸爸我想吃巧克力 然后我说不行 等等就要吃饭了 爸爸我想要吃巧克力啊 不行就是不行 OK不要逼我 爸爸我要巧克力 求求你一颗就好 好吧 反正无伤大雅 但是等一下你还要吃饭 不要告诉妈妈 没有小孩的人很难了解 就是跟自己小孩说不要 不可以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个老奶奶 展现或许她很年轻 我是这位奶奶 OK 展现给我们看了 什么叫做真正的compassion 同情心 什么叫做同理心 耶稣神是怎么样爱我们的 还有我们要怎么样爱我们身边的人 就是跟他们一起承受痛苦 带着他们在神的大能当中找到平安 这位老奶奶真的是给我们 很多智慧的方向 随着年龄增长 智慧也是不断的变更高的概念 那说到有一定年龄的女士 OK 熟女 OK Chelsea Handler 是一位没有小孩的熟女 她上个星期在她代班的节目 The Daily Show 她说她的情人节过得有多开心 因为她没有结婚 也没有小孩 这样的女人就是最快乐的女人 The Daily Show 真的已经变成一个完全不好笑 然后一点娱乐性质都没有的节目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搞笑片段 大家可以试试玩那种不准笑的游戏 现在改成如果说这一段可以让你笑的话 就请在下面留言说 你看到的笑点到底在哪里 This is a day in the life of a childless woman I wake up at 6 a.m. I remember that I have no kids to take to school So I take an edible, masturbate, and go back to sleep I wake up at 12 30 p.m. and get ready for a busy day of doing whatever the I feel like I put on my most impractical and stylish shoes since I won't be chasing a child around the grocery store I go to my fave spot in Paris to grab a croissant I do a meditation sesh on the plane since I have no screaming kids allowing me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to become enlightened The weightlessness of my existence has granted me superhuman powers I teleport myself back home Then I get ready for a night out with whatever hot guy I met on Raya that morning I call up a babysitter and tell her that I don't need her since I still don't have kids Now it's time for a workout So I hit Mount Everest for a quick climb I invent a time machine Go back in time and kill Hitler Freeze you bastard It's amazing what you can do when you have this much free time And that's a day in the life of a childless woman Yeah 那 呃 现在很多的人都在回应这个影片 右派的人说啊 这个女的好可怜 活的没有意义 左派的人说好棒哦 这才是真正的女人 女强人的人生 脱离这个父权制度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 没有看到这个影片的重点 或许就是Chelsea Handler 本人也不知道重点是什么 我不知道 这个影片最有趣的地方 不是他一开始说的东西 说什么 我早上起来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早上起来 对不对 我就自我安慰 然后我喝咖啡 然后回去睡觉 然后中午才起来 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好讨论的 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 那个影片的中间那边 还有那个影片的结尾那个地方 就是他开始那边胡言乱语 说什么 啊我就飞到法国巴黎 然后呢 我就回到过去 我就杀希特勒 因为我觉得他试图要展现的东西就是 小孩是个累赘 呃 小孩 没有小孩的话 是一个保证 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然后世界上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可以去做 如果我们没有小孩的话 我们就不用浪费时间带小孩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做那些重要的事情了 可以随时的自我感动 自我满足 但是 这一切都是一个幻想 没有人可以做到那些事情 也就是说 那整个影片唯一真实的地方 可能就是一开始的前5秒还是10秒 就是说他们在那边说 我很晚期 因为我没有什么目标 我没有什么计划 然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我安慰 就是那边就是唯一真实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的全部都是 幻想 期望 期待 之后发生的事情 而且 全部都是不可能的 我不知道 或许我有点在过度分析一个 搞笑艺人拍的一个 搞笑片段 或许他 本人根本就没有想这么多 然后帮他写稿的人也没有想这么多 但是这个影片传达的讯息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 你会以为你可以得到快乐 然后得到满足 因为你拒绝承担任何的责任 还有拒绝承受一个非常天然 非常和谐的人生过程 把你的人生所有的爱 全部都放在自己的身上 不用放在其他人的身上 全部都是自己的幻想 没有任何的这个真实的快乐 事实上就是这些全部都是自己的幻想 没有任何的真实的快乐 跟满足会发生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读过一个George Bernard Shaw写的剧本 George Bernard Shaw是一个英国的社会主义的作家 是个没有看过共产主义实践 所以觉得共产主义好棒棒的一个人 那他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这位 这个Chelsea Handler期待的生活的 就是我没有小孩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大家如果跟我一样是从台湾来的 就是小时候看过那个李明依拍的那个饮料广告 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George Bernard Shaw是一个左派的作家 同时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追求的这个 民主社会主义的这个先驱 他形容的地狱是这样子写的 这里没有任何的希望 巧合的没有任何的责任 没有工作 祷告没有任何的加分 做你想做的事情不会失去任何的东西 地狱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除了满足自己 没有任何其他事情要做的地方 这句话我当时看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但是我现在看起来就是 真的是形容一个完美的人造的地狱的一段话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 我们大家都上过学 有的时候上学的时候 你会有一整个礼拜不用上课 小学的时候 有寒假或者是春假 那这一开始听起来是很棒的 对不对 就是不用上学 没有功课 不用早起 你可以穿睡衣穿一整天 然后打电动打一整天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第一天的时候 哇太棒了 人生都这样的话有多好 第二天 那好像也不错啊 昨天打了12小时的电动 中间只有尿尿跟吃微波炉食物 第三天就会开始觉得就是 好无聊哦 我有点想出门 第四天 如果你还没有跟你的朋友或家人出去的话 如果你在家里的话 你就会得到什么 秘密失恐惧症了 你如果一直都待在家里的话 可以跟绝大多数的人一样的话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好无聊哦 好像没有我想象的这么有趣 好像我什么都能做 但是我什么都不能做 但是别人问你 你过了怎么样的时候 你妈回来问你说 你过了怎么样的时候 你还是回来说 我超好的啊 不用上学啊 在家里啊 超舒服的 就算其实是非常无聊的 我常常会思考现在发生的事情 例如像说年轻人漫无目的 年轻人没有方向 还有现在文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事先文化败坏 然后小孩才被带坏 还是小孩教育失败 文化才越来越糟糕 虽然我回想到的就是一个 我小时候玩的电动 就是Grand Theft Auto 侠到什么飞车还是什么的 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游戏 不是说什么 你是一个水电工 然后到处看到蘑菇就踩 或者是你是个什么驱魔人 然后到处有一堆什么女巫啊 什么然后见人杀人 见神杀人的这个游戏 在那个游戏里面 你就只是一个普通人 你在大街上抢劫 偷东西 开车撞人 卖毒品 就是这个世界有多糟糕 你的里面人物 就可以多糟糕的一个游戏 那很值得讨论就是 玩过这个游戏的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你在那个街道上 就是一直做一些就是抢劫啊 那些东西 会让就是年轻的男性 感觉好像很酷的事情 卖毒品 打架 抢劫 这东西你做多了 没有没有多久 就会变得很无聊 例如你在里面可以 开着警车去抓坏人 你抓两三个之后 你就会觉得 好像当警察没什么意义 不怎么好玩 同样道理 在真正的人生当中 也是这个样子的 这就是所谓的虚无主义 nihilism 圣经里面传道书里面写的东西 就是好像什么都是空虚的 我们在这边做了什么事情 一切都只是一个巧合 一切都没有意义 然后有一天呢 我们就会躺在一堆土上 然后变成蚯蚓的食物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一切有多么的可悲 这就是为什么 我在这边不是在嘲笑 Chelsea Handler这个人 因为他就是活在一个 非常可悲的人生当中 在这边也不是说 每一个人一定要有小孩 才可以得到真正的 丰盛的人生 很多人是没办法有小孩的 很多人是选择不要有小孩的 有些是因为他们信仰的关系 他们有单身的恩赐 他们想要变得跟保罗一样 但是我们活着的意义 绝对是要超过我们自我欲望的 如果我们只是睡觉 然后每天只是想要满足自己 自我满足的话 其实会活得非常可悲的 而且绝对不会得到快乐 各位不用看什么 所罗门王写的 这个跟佛经一样的智慧书 不对 各位请去看那个 你的智慧书 如果看不懂的话 你就看我们现在美国的太子爷 OK Hunter Biden就好了 这个人这一辈子什么都不缺 权力 金钱 性爱 想要有什么就有什么 对 他小的时候的确有一些创伤 他妈死了 他哥也死了 然后除了那些之外 他接下来的人生都是人生胜利主 他的人生的起跑点 是比我们这些人都还要前面的 他有无限的优势 但是他过得漫无目的 然后挥霍着他所有人生的优势 他的人生就是吸毒 找妓女 然后自拍 跟他找的妓女做的那些事情 然后滥用他爸的权利 用很糟糕的方式 赚了很多非法的钱 就是在追求自己的欲望 然后你看他的话 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人 他之前长得还蛮帅的 但是你看他的话 他现在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人 这个就是地狱 地狱就是一个你每天无所事事 然后每天试图要满足自己欲望的一个地方 因为欲望是一个无底洞 永远没办法被自己满足 人活着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上个星期跟张伯利牧师见面 他很支持我们的频道 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观 他说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事情只有两件事 荣耀神不然就是建造人 如果任何事情不荣耀神也不建造人的话 那我们就没有做任何那些事情的必要 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棒 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还有世界上的政治人物 例如像一开始讲这个Diane Feinstein 他做了一辈子又不建造人 又不荣耀神的事情 还有像说刚刚提到这个Chelsea Handler 一辈子只是为了自我满足自己而已 好像什么都不做就代表自由 代表快乐一样 他的笑容看起来就像那种 希腊的雕像 一个那种定型的笑容 archaic smile 好像那个Brian Daly的笑容 不知道他是真的是这个样子笑 还是说是整容整的 但是真的就是非常可怜 他们不知道他们要什么东西 人生的追求就是在自我的幻想里面 找刺激而已 我们身边如果出现这个样子的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很难过的 特别是如果那些人是我们的家人 或者是我们爱的人的时候 当他们受伤或错乱的时候 同情心跟同理心 绝对不是直接欺骗他们说 你们这样子很好啊 你们这样子很棒啊 让他们继续活在他们的罪里 让他们在自我摧毁当中继续堕落 而是告诉他们事实 而且跟他们一起承担 跟他们一起受苦 在耶稣基督里帮他们祷告 一起承担一起受苦 那一起承担一起受苦 绝对不是跟你说什么 我们要跟你一起吸毒 然后一起活得跟Counter Biden一样 而是要真的爱他们 就算要短暂的跟他们断绝联络 也要他们回到耶稣的面前 认罪悔改 也要他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跟随耶稣 这个样子我们才能真正的传达爱 这样子才可以翻转这个世代 如果我们活着是为了自己 将会把自己锁在自己建设的 这个欲望的地狱里面 但是如果我们活着 是为了比我们还要崇高的价值 而付出的话 就真的会理解同情心跟同理心 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的会依靠神 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